刚装修的房子花洒滴漏就下水特别慢 这个视频本身准备不发了 但这个视频结果是掉了东西 非常有观看的价值 好多关键的地方被头挡住了 剪掉一大截 然后这个疏通前先给滴漏的防臭心给它拿掉 然后先拿手电筒照一下 看滴漏里面有没有东西 这个滴漏里果然有东西 手机拍的还看不清 看到里面有个白白的 我估计不知道是啥东西 照了半天看不出来 用手电筒照 也不是太明显 然后现在还是老办法 先用这个夹子 给它夹一下 看能不能夹得出来 像这种刚装修的滴漏下水慢 一般都是可能是装修的时候 关热不小心掉了什么东西 底下夹来没夹到什么东西 但是我现在 趴在这个滴漏口里面看 确实有个东西掉在里面了 然后我们再用这个爪子爪一下 看能不能抓得出来 好像掉出来的东西比较靠边 这个夹子还夹不到 夹了好几下都夹不出来 然后现在看了确实里面有个东西 然后再夹一下 如果能夹出来就更好 夹不出来 这个疏通估计还不太成功呢 疏通不成功是不成功 这个视频拍的也不成功 你看拍的老是看头了 里面看不出来是什么东西 我们现在用水冲一下 看水能不能流下去 如果这样一冲 给脏水给它冲掉 有可能能看到东西 看看 地漏里面的水稍微放大一点 地漏里面的水来不及 就往上漫 这种地漏肯定就不正常了 大家能看到吗 水慢慢慢慢的往下渗 然后现在我准备用这个弹簧 擦到地漏里面搅一搅 给掉在管道里面的东西 掉个个 掉个方向 等一下就可以取出来了 你看看 这个弹簧搅的时候 也搅出了好多头发 但是这个头发不是影响下水的问题 好 然后我们看了一下 里面的东西好像掉了个方向 我们现在用夹子给它夹出来 好 见证奇迹 看出来了 这什么 装修的是一个什么管子 是不是这个头发 你掉了这个东西 那个头发 掉进去就很远 看到没 我的判断还是很准的 刚刚取了一个PVC的接头管子 一点点 就这么一点点 就会非常影响地漏 流水情况 稍微掉点东西 三点条碎渣 就可以给管道堵塞了 好嘞 现在后面又夹了好几下 管道里应该没有东西了 我们现在再放个水试一下 速通好 放水的时候 管道呼噜呼噜响 证明管道畅通 看看 现在放这么多水 地漏里面的水都没有漫上来了 证明这个地漏就畅通了 我刚刚那个叫什么 那个堂皇也过了S弯 估计也给你们堵塞的杂质 给它搅掉了 你看现在放这么大的水都没有漫上来了 证明这次速通非常成功 为了确保无误 然后我们再用手电筒照一下 里面管道里面非常干净 好的很 然后这个订单就这么结束了 我们给客户家的这个地漏防臭盖 一定要给它装上去 装上去 给这个上面的这个地漏面板 再给它扣上去 然后现在我们给这个头发 给它夹掉就行了 然后就剩收拾工具 赶下一家的维修活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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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